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1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節繼續跟大家研究香港的情況 這節要說的 就是香港到底會不會忽然之間有禁足令 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 這個叫做共父王全派 叫做盧寵墓 又稱盧寵墓 盧寵墓 當了醫務衛生局的局長 取代了陳無恥 原來無恥也不是無敵的 無恥也要跟對老闆才是無敵 現在 一換就換了人 就是共父王全 共父王全 出來現在 跟你提也不再提共父王全的事了 現在就是繼續幫忙做維穩工作 這群混蛋 基本上 完全 不是為了服務香港市民 你不要說服務香港市民 服務少一點 權貴 幾乎要拍手掌 這個時候 跟你說 要改安心出行的程式 要改實名制 也需要 結合疫苗通行證 然後 就要仿效內地 就是健康馬 換句話說 你的馬 分紅黃藍綠 沒有藍 紅黃綠 這樣 就跟這個交通燈差不多了 如果你是紅燈 你就哪裏都不用去了 這個 就叫做 健康馬禁足令 這件事其實香港 說了很久了 終於來到今天 負責這件事的大旗手 上台了 這個就叫做 勞寵物 這節就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在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 希望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邀請所有的聽眾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繼續廣播 請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加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請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話說 這個 醫衛局 盧寵物就上電視台 接受訪問 出來預告 現在醫衛局 正在研究 安心出行 要行實命制 要跟 內地接軌 接軌 甚麼呢 就是接軌健康碼 香港沒有健康碼 香港有一個程式叫安心出行 還有 疫苗通行證 所以 早就說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就是健康碼 當時 有很多 明明不是應該支持政府的人 在防疫問題上 每一件事 倒向 支持政府 所以其實我講了很多次 香港沒得救 香港沒得救的 不是 未來的香港沒得救 不是說光復 香港沒得救 來來去去 我在說沒得救 就是在說 現在的香港 你想繼續維持 這樣的情況下去 你又想挽救 香港那個國際形象 金融中心地位 藍絲想繼續賺錢 你想也不要想 發夢就行 這樣的情況 被牢寵物這些人上台 跟你搞健康碼 然後一大堆人 支持 政府 政府的防疫措施 這樣的香港 你想有得救 你不要跟我說笑 你支持政府 主動去剝削市民的自由 你支持一群這樣的人上台 而這群人 從來都不受制約的 你跟我有選票 選奴重茂出來的嗎 你沒有人有權去支持 嚴格來說 如果你相信 民主自由的觀念 就算你支持的防疫措施 你也要投票啦 不是你支持就支持 更何況 現在他就是赤裸裸 告訴你 當初的防疫措施 由始至終 也是政治操作 就是要變成內地的健康碼 今天 應驗了 直接上去電視台 接受訪問 直接把答案 說出來了 由始至終 這個就是健康碼 香港的疫情根本也不嚴重 當然有很多原因 跟他算 這個中招的計法也不一樣 又或者 跟Omicron也有關 本身也不是很嚴重 幾樣東西加加起來 到最後 本來沒有事的地方 跟你說 我現在 要健康碼 你 你真的覺得 你有疫情的風險 你才會紅色馬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 其實你跟藍絲有甚麼分別 我真心問大家這個問題 有些人 會問我們一個問題 到底現在還要分不分黃藍 分 當然要分的啦 你沒有理由支持政府 你就跟他站在一起 問題 不在黃藍那一套 到最後 光不光復香港 誰想對抗 誰不想對抗 跟黃藍無關 到最後 不支持政府的人 不代表 他有那個堅決的意志 要跟中共對抗 所以我就告訴 那些想對抗的人聽 你經常去研究 那些 淺黃或者淺藍的人 又或者研究他們 疑問 有沒有一家大小去哪裡玩呀 去哪裡吃東西呀 去哪裡吃牛扒呢 對香港 如果你真的關心 香港的話 其實我告訴你 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由始至終 那一班人 根本就不應該是你Target的對象 所以 你天天關心他們也沒有意思 那班人 很可能 根本可能也不是黃絲 你要關心 你真的打算要去對抗 我就是告訴大家 不會現在 從天 掉下來的 肯定香港 要先經歷一個地獄 現在距離地獄 非常之遠 連禁足令 健康馬也未開始實行 經濟又未崩潰 你又想有健康馬 又有人防疫 香港又沒有疫情 香港經濟又不崩潰 又可以賺錢 你層樓未放 還會升回頭 不僅 然後還可以對抗 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想潑冷水 這個跟冷水無關 你覺得這樣的狀況之下 都可以跟到中共對抗 都真的挺奇怪 真的很坦白說 我不是想潑冷水 但是這個是事實 如果 那個狀態是足以令到港共政府被推翻 中共足以倒台的話 情況 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一定是非常 非常 非常之惡劣 惡劣得 應該是聯繫匯率崩潰 香港庫房崩潰 香港 陷入一個 經濟萬劫不復的地方 才有機會 出現那個 最終的對抗 所以 真的很認真 跟大家做個判斷和分析 今天 又會有健康碼 又會有監控 又會有國安 又會有國安法 又會有網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地方 除了跟一個死城一樣之外 就是沒有第二個出路 還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藍絲的願望也不會實現的 藍絲的願望很奇怪的 他覺得 他要制止所有人 做所有事 但是 經濟又會很暢旺 又會通關 有很多自由行 下來買東西 買爆他 大量的藥房 賺錢賺到盆滿盆滿 這個真的是幻想來的 其實永遠都不會出現的 是不是 還在說人民幣國際化 要投資俄羅斯 這些全部 跟小說裡面說的劇情是一樣的 盧寵茂這些人上台 就是要執行 這個 就是健康碼 禁足令 盧寵茂 他不會因為通關獲得任何利益 他的利益全部在大陸 雖然 上去深圳搞港大醫院 整間被人吞了 但是 他的政治利益 還是存在的 現在去搞防疫 賺真銀更好 要不要回大陸給人吃 你想盧寵茂 搞通關給你 其實基本上 是沒甚麼可能的 這班人當初上場的時候 就是負責用來對付市民 他怎麼會去益利呢 所以我們真的看不到 他會放寬 任何所謂防疫措施 盧寵茂自己也說了 不僅要搞香港版健康碼 告訴你 你說要想跟內地 免檢通關嗎 他說這個 並非合理期望 換句話說了 有排也不用指望就通關 有時候要問 香港的藍絲 到底 是不是真的能撐下去呢 香港現在 名店沒有了 全部變回了 就是兩送飯 你可以想像到 現在所有人 都要在肚子 遲些情況會怎麼樣呢 我可以做一些預測 我認為 大家有晚餐堂食 就很開心了 如果真的搞健康碼 那就是部份人有得萬事堂食 部份人永遠被禁足 不是被禁足的你 你就覺得無所謂 但是 變相香港將會有大量的人 就是被禁足 不能夠出街 亦都不能夠出外堂食 這個由始至終 就是內地監控人民的劇本 那個幾部曲 從頭到尾就是這樣進行 其實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